周五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 代表被成功营救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 向中国北京寄送了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举报书 我今天来这里是代表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 递交两封举报信 举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2001年在美国创建的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 简称全球营救 是中国大陆以外正义人士为营救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而成立的非盈利人权组织 今年74岁的张坤伦教授因修炼法轮功 14年前在山东家里被抓后判处劳教三年 我抓去点击打这个吵架 自由 扰教 洗脑 现在国内那种犯害 犯害是从来没有听着过 控告大波图 我想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那是一种意志吧 叫他们看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李祥春曾两次回中国 试图用电视插播的方式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给大陆民众 第二次回国时 他刚下飞机就被中国警方带走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全球已有至少4万人对江泽民提起了控告或举报 这是新唐人记者李兰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